人死后 度尸为先的观念 自古已有 修道之士 死后的尸体 称作一退 传说 如果人死后 行魂不散 仍旧邻居在一退当中 礼节度炼 就可超脱轮回 同天地不老 成为尸仙 据观山风甲 祖辈相传 这观柴山 地仙村的格局 基本都是 按照清晰阵而见 地仙风之谷 应该就躲在风家大宅 这时 一片暗红似的光芒 从庙堂外 透江进来 众人往庙外一看 原本黑漆漆的高处 出现了一道 断断续续的亮光 整个地底 都仿佛被笼装在一片 朦胧昏暗的血色之中 可以看到那 酷似无头尸首的丘陵 和一壮壮 防射楼阁 绵延排布在漆上 那些明代的古老建筑 高低错落 规模十分庞大 借着那 新红色的血光 隐约人看到 建筑群当中 耸立着几座古牌楼 比周围的防射院落 都要高出一筹 那里 就是地仙村的核心之处 凤家 搭在四周的峭壁上 密密麻麻 遍布着草木屯螺 而且颜色极深 大家正看得出奇 那半空中的血光 却突然消失 棺材山又陷入了一片漆黑 极远处 隐隐有一阵阵铜铁金属 摩擦 转动的声音 这种响声 虽然不大 却似乎可以饶力人脑中的每一根神经 这正是那九死精灵甲的同时 转破的土壤 众人决定 立刻开始行动 前往 封家老宅 可此刻的关堤庙 已被暗藏的击阔闭门 根本出不去 老胡再回头一看 原本端坐在殿内的五圣真君 突然变了面目 变成了一尊体型黑暗的 陆木恶鬼 原来先前的泥巷身上 蒙着一层不胀七壳 激阔萧气大开 这才显露出 庙中的邪神 胡八一心中一惊 想不到帝先锋事故 竟然如此 亵渎神灵 连关帝庙都敢虚设 周围更是布满了萧气 却被料到 这邪神庙会是移出陷阱 众人正束手无策之计 一旁的孙教授忽然提醒 帝先村全是阴阳宅 当年丰师谷建造帝先村之时 曾把关山太宝 所到古墓 都按照原样 造在了地底 上为阳宅 下为阴宅 牧师的种类 上至三代 下至原民 无所不包 那些牧师在底下 也各有门户 和牧道相通 便如阳宅街道一般 这座庙下 肯定也会有片地轿子般的牧师 说到此处 五人撬开地砖 果然露出一个地洞 众人跳进地洞 沿着悠长的牧道 往前摸索 可接踵而来的 却是一重又一重的 小气机关 有东西靠过来了 木道中 像是射出火箭消气 这种明弹的激阔 利用火药或者激黄发射 发射时 犹如群风出巢 顾名一窝蜂 接着又是重型机关 滚石或千金锤 此类激阔 利用巨大的石球 石锤等物 对已经被倒开的木道 进行二次封毒 在刀斗行里 称其为碎骨庄 活人被碾到其中 当即就能压成肉酱 古人慌不择路 闪进一间墓室 这间墓室当中 有一尊九色金牛 牛背上 扶着一具女性干尸 此刻看来 整个地仙村下 埋着街市 历草的古中墓穴 风尸骨 废杀苦心 竟在棺材山里 造了一座 古墓的博物馆 就在这时 却见那金牛 托着背上的干尸 竟向前方撞来 冲破一面石墙 壁后另有一间密室 金牛托着尸骸 就是没入了 墙后的暗室之中 老胡看到此几 猛然醒悟 想起十六字 阴阳风水秘书 顿子觉中的记载 这座古墓 防盗激阔 连环发动 一旦有外人闯入 便会触发消气 金牛便如同一句 能够行走 活度的关国 将墓主的尸骨名气 转移到另外的区域 那面被九色金牛 顶开的墓墙 有个名堂 换了翻天盖 只要那 拖着尸骸的九色金牛 一钻进去 墓墙落地之后 就再无生路可寻 好在烫着机制 用一把刀柄 别住金牛的蹄子 正好被卡在了 翻天盖之下 众人赶紧钻进暗室 沿着上行的石阶 转出了墓室 暗道的出口 正置身于一间名宅之中 出了名宅 往四周一看 只见各家各户 都像是鬼宅一般 寂静的出奇 这身藏在棺材山里的地仙村 完全给人一种名字的感觉 似乎就是烧给狮子 用的一片名宅 众人也不敢逗留 来到地仙村的核心地带 风家老宅 宅中庭院的深处 有座圆弧形的坟墓 这座棺材山的地仙村 真可以称得上是地中有山 山中有宅 宅中有坟 就算是波金校尉胡八一 也从未见过 这种环环相透的阴宅 不由的想起 谢灵道魁 陈瞎子的那句话 观山太宝 所作所为 就连神仙也猜他不到 但在这座奇特的坟墓后面 有一幢山长的阁楼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阁楼正门 正对着后院的巨钟 门上横旋着 观山长谷楼五字 那地仙的真身 是否就藏在楼中 众人只要进楼一探 却发现 那座坟墓的坟砖放隙里 突然渗出许多污血 雪梨扬疑惑到 坟里怎么会流出血来 而且心臭无比 令人作呕 大家见到此景 不免令人想到 棺材山中传说的尸仙 眼前的这座坟墓中 难道就埋着尸仙 地仙风尸谷 在棺材山里 穷尽心血 建造阴宅 无谓的 就是死后 得道度炼 修化成尸仙 这后宅中的坟墓 很有可能 就是地仙风尸谷的 葬身之所 老胡当下就想刨开坟丘 看个究竟 可坟中圣血 是不祥之兆 而且失血 必定带有尸毒 不如先到观山 长谷楼一探 想必会藏有一些线索 进入楼内 里面阴沉的空气中 带有一股子 檀香药气 在古代的建筑中 有一种早已失传的工艺 造出来的楼阁殿堂 可以是飞鸟不落 文银不入 这种木结构的建筑里 会藏有暗箱 千年不散 眼前的观山长谷楼 可能正是一座 早已失传的 逍遥神仙阁 看来观山风甲 在建筑 风水 林木等方面 果然都有 常人拦极之处 长谷楼的一楼 都摆放着一片片 归甲天书 全是观山太宝 在棺材侠玄关中 道发之物 二楼是个藏金 存点之处 架上都是古籍道照 内容都是些炉火之术 后壁上挂着四幅古画 前两幅叫观山巷宅图 分别描绘着观山山的地形 和阴阳二宅图谱 第三幅叫丙足夜行图 描绘着一排长长的队伍 打着灯笼火把 沿着山壁的鸟道 往地底最深处走去 而最后一幅画卷中 正是咱们最初去过的 那座乌阳王古墓 画中所绘 是风石谷在地宫中 盗墓开关时的情形 画卷上写的明白 这是观山玉仙图 登上顶楼 这层木楼空间 窄小了许多 这设有一个神龛般的石柜 上边放着一本有地先风石谷 亲笔所述的观山绝藏录 孙教授如获之报 因为里面记载着风石谷的生平 以及棺材山里 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万历年间 当朝的皇帝 新婚神庸 特别喜欢服药炼丹 也常以藏身不死之事 询问风石谷 当时的风石谷 并不怎么相信 炉火之道 他认为 之谷从无不死之人 为此他多次 昼明万历皇帝 不死仙耀之事 终究虚幻渺茫 结果惹得龙颜不悦 风石谷是个极精明的人 自然洞悉 饱身之道 他便告病还乡 去家 离开京城 回到祖籍清西镇 风石谷有个爱好 就是喜欢钻研 各种奇鬼无方的艺术 回了老家 风石谷闭门不出 专门研究古老的方术 他为了求取古墓中的各种奇门方术 便令手下人等 四处 盗发古墓 观山太宝盗墓 与他人不同 这伙人都提前扮着戏装 像什么无常 判官 严罗 牛头马面 全是鹰丝里的装束 其手段有烟术 缩骨法 指人搬运 驱使适从 等等 显得格外 诡异神秘 所谓的烟术 就是一种 类似湘西 感尸的吹尸术 观山太宝 通过像墓穴里 喷涂水烟 将墓中的尸体 进行催眠 控制陪障的尸体 打开关国 取出名气后 尸体就会 自行扑倒在地 触发墓室中的 消气机阔等暗器机关 触发近了 观山太宝 才进去 将墓中之物 搜刮一空 如果墓室里 没有陪葬的古尸 也可折叠子人 以烟术 操控重移 将子人 运入墓道 这就是搬运 罗仪之术 这类妖术 就是利用药烟 吸引一些冷血生物 使其残扰在尸体 或指人身上盗墓 另外 烟术 不能持久 否则 施术者 必然失魂而死 诸如此类 皆是久已 失传的乌法 乌山棺材峡 玄关中的古甲上 便记载着 许多这种 奇门秘术 被封氏一门 通称为 观山紫秘术 最后封氏谷 响起在棺材峡中 还有一座 规模庞大的古墓 传说是 乌阳王的灵气 据当地传说 乌阳王 从信无封 极度残暴 但苏岛 河道有功 可谓毁欲参半 最后被人所杀 没有了脑袋 只好 带了一颗 金头下杖 封氏祖先 留下训事 告诫封家 后世子孙 无论如何 绝不要 进入了座古墓 否则 必有灭族之祸 可封氏谷 自此手段高超 又觉得乌阳王地宫中 必定藏着许多奇鬼奥妙之物 他的念头一动 再也按耐不住 便带着弟子徒孙 进山盗墓 一众观山太宝 穿山破岭 施展出种种手段 方才挖开果殿 可不了 揭开果盖 一阵阴风 从果内吹出 所有的灯笼火把 全都灭了 封氏谷急忙取出 叶明珠一照 发现观果前的几个人 都已横尸在地裹中 探出金光灿灿的 一个猙獰的头颅